距離靜宜大學不到一公里的五層樓 出租套房住著不少大學生 卻傳出有陌生男子 進入日籍女大生房間返向倒櫃 我剛幫過來說 人家跟我說有人闖空門會嚇一跳 他闖空門是第幾間 是從年輕間 女大生晚上回家發現東西被動過 嚇得到派出所報案 才發現嫌犯是同棟住戶 好像年輕年輕的 蠻有禮貌的 好像是學生吧 他那一天剛好要退房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就去到山 從建築外觀來看 嫌犯二十六歲理性男子 可能是從二樓上到三樓的 開放式陽台 有陸地窗進入房間 卻沒有偷走任何財物 前案依無故侵入住宅 及竊盜未遂 以請臺中地檢署偵犯 不過有自稱女大生同學的網友 在臉書PO文 事情發生後陪同女大生 到靜義大學旁的 民秀派出所報案 警方卻說他們很忙 建議轉到案發地轄區的派出所 怒哄警方藉口推走案件 但警局澄清 為了避免民眾等太久 這是正常程序 絕對沒有推卸責任 記者賴宏偉 聯名旅雲杰 台中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